站那儿干嘛 我 我睡不着 公子 您也睡不着吗 跟我来 我睡不着了 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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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衣服快点啊 快点 快点 衣服快点 出快点 骗我的瞎话 编好了吗 馨儿不敢撒谎 有长进 是公子教得好 不敢当 我可没教你扬奉阴威 言不由衷 馨儿并没有 公子您在说什么 好啊 那你告诉我 登市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慢慢地说 如实地说 馨儿在登市被人群冲散 没能找到你 之后不知道遇到什么人追杀我 信得烟寻世子相助 后来又遇到魏书游追杀流民 耽误了回府的时间 从头到尾 再说一次 馨儿在登市被人群冲散 没能找到你 之后不知道遇到什么人 来追杀我 信得烟寻世子相助 后来遇到魏书游追杀流民 耽误了回府时间 都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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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彻骨的话公子 您还想听几遍 这种话 我自然不爱听 我想听什么 你自己想 公子 天都快亮了 您也该休息了 奴婢 奴婢也回去好好想一想 使劲想 想好了明天再给您回话 困了 好啊 把熏香点上 提提神 诺 咱们不加毒鼠糕了 公子 您说笑了吧 毒鼠糕是在屋子外面熏老鼠的 怎么能夹在熏香里呢 春茶宴上 你不是用过了吗 再用一用 又何妨 好 好了 去给我烫一壶热酒 公子 现在是寒食节 按照习俗 只能吃冷食 不能吃热食 您还是喝冷酒吧 我让你烫 你别烫 那 一个时辰以后 熊鸡明晨 暗时节就过去了 宇文府将以御赐的新火 烹制热食 待到御火送至极乐歌 想必宇文怀他 也会喝上几杯热酒 不可 公子 不可 怎么不让我喝呢 馨儿 紧张什么 公子 韩世节喝热酒 馨儿紧张公子的身体 是吗 因为我 当然 不让我看 找到 你竟然忘了 比起府里大多数的人 馨儿的这颗心 可是干净很多 是吗 看到了吗 本公子安然无恙 你以为你那点小伎俩 能杀得了尹文怀 余文家 是所有蝶者的十足 食毒变毒 那是基本的入门功夫 你对我们使用 这么拙劣的手段 真是枉费了我 对你的一番教导 我没想过 毒鼠膏点燃以后 毒性会增强 但还不足以杀人 除非那个人 同时喝下了热酒 便会毒发身亡 你利用韩世杰的风俗 让毒延到天亮以后才发作 这一段时间 足够你两个妹妹逃离长安 时间对于你的计划而言 太重要了 所以你才会频繁地砍沙漏 公子 您刚才所说的一切 都只是您的猜测 并不是真的 馨儿的两个妹妹 现在还在府里呢 那是因为 出现了突发的状况 两个妹妹不得已 才回到了府中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就算没有那几个人 你的两个妹妹 也跑不了 现在 你愿意说实话了吗 馨儿说的全部都是实话 公子你还想知道什么 你觉得你还应该说点什么 才能保住你 还有你两个妹妹的命 公子不是全部都知道了吗 并不是什么都知道 例如 你是谁 奴婢只是一个普通的奴婢 亲人都死了 只剩下两个妹妹 信得公子照顾 才能安居于府 普通人 能模仿我的笔迹 又有深不可测的内功 你告诉我你是普通人 既然公子都已经知道了 那馨儿也就不隐瞒了 馨儿 的确想杀了宇文怀 因为我知道 他才是杀我哥哥的真正凶手 杀人长命 他就算死了也不冤枉 你哥哥死在我的手里 正如你亲眼所见 你从来没有想过 找我复仇吗 事到如今 馨儿如果说没有 想必公子你也不会相信 只是 馨儿事后查明 凶手另有其人 愿有偷债有主 馨儿还是有良知的 就算要报仇 也要找到罪魁祸首 绝不滥杀无辜 绝不滥杀无辜 那敬湖里那个姓宋的女管家 她的死 想必应该有理由吧 宋大娘并非我所杀 她是自己不小心 掉进湖里淹死的 和馨儿没有关系 公子 宇文怀害了卓老太爷 公子难道就不想 为卓老太爷报仇吗 公子的仇人 和馨儿是一致的 为什么不让馨儿帮助公子 你帮助我 公子训练馨儿 不就是想让馨儿 成为公子的助力吗 为公子办事吗 宇文怀同公子 早已是同水火 馨儿所做的一切 也是为了公子好 巧舌如晃 公子 馨儿并没有 馨儿杀兄杀姐之仇 不共戴天 我又怎能苟且偷生 让仇人逍遥法外 馨儿本是一普通奴婢 可是公子 您知道馨儿身负血海深仇 却还教我武功 传我本领 难道不是鼓励馨儿 要去报仇吗 这么说来 这一切 反倒是我错了 不是 公子收留我 教导我 公子您是我的恩人 此话当真 馨儿说的 句句都是内心所想 再过一会儿 天一亮 进湖里的尸体 就打捞出来了 就算是我 也保不了你 就算是我 公子 馨儿扪心自问 自打我禁服以来 从来没有做过 对公子不利的事情 馨儿对公子的忠心 天地可乘 日月可见 公子也一定舍不得 馨儿的 只要公子想 以公子 公子您的智慧 一定能保住 馨儿的 咱们 咱们 你 要哆 吃个热 地心 败 每天天 你是如何断定 你的哥哥 是被宇文怀害死的呢 因为那天 我听到锦竹说 是他亲口承认 灵溪是他害死的 锦竹是宇文怀的人 你从未怀疑 是我陷害的吗 没有 因为我相信 公子是个好人 不会做那样的事情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